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台积电制程工艺的持续推进,其晶圆代工报价也是在持续加速上涨。 近日一则,据称是目前台积电源代工的报价单,其中一张图片资料来源于已经成立了37年的专业的研究机构,The Information Network。 比如,以2020年的晶圆代工价格来看,台积电于2004年四季度量产的90奈米制成。 2020年时的晶圆代工报价为每片晶圆1650美元。 而2020年一季度量产的5奈米的晶圆代工报价,则已经上涨到了每片晶圆16988美元。 相比,每片7奈米晶圆的代工报价9346美元,上涨了约81.8%。 而7奈米晶圆的代工报价,则比10奈米上涨了约57.5%。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随着制程工艺的越来越先进, 台积电加工每片晶圆所消耗的成本也在持续上升。 比如,在2020年,加工每片90奈米制成晶圆所消耗的成本为411美元。 而加工每片5奈米制成晶圆所消耗的成本已经上升到了4,235美元。 相比加工每片7奈米制成晶圆所消耗的成本2330美元,也增长了81.8%。 显然,台积电晶圆代工报价的上涨幅度与加工成本的上涨幅度是基本接近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仅仅只是加工成本, 其他还有像半导体系片等材料、半导体设备折旧、 人力、工厂基础设施建设折旧、水电等诸多方面的成本。 从图表来看,台积电的折旧是按照每年大约25%来进行折旧, 大约4年完成折旧。 另外,近日根据海外爆料者Revenus同样公布的源自TIN的资料图显示, 2023年台积电3奈米的晶圆代工报价为19,150美元每片晶圆, 相比5奈米的13,400美元增长了42.9%。 这里可以看到,前一张图表当中, 2020年之时,5奈米晶圆的代工报价为16,988美元每片晶圆, 而TIN的图表中,2020年之时, 5奈米晶圆的代工报价为13,486美元每片晶圆,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不过,这家资深的研究机构TIN的数据报告, 都是要卖5000美元左右,甚至更高,可能更为靠谱一些。 可以看到,相对于2020年, 台积电7奈米晶圆代工的价格在2021年增长了0.5%。 2022年则是持平,稳定在10775美元。 2023年,价格则是同比下滑了5.3%, 5奈米则是在2021年上涨了4.5%至14,105美元。 2023年,则是同比下滑了5%至13,400美元。 总体来看,2020年至2022年间, 7奈米和5奈米的代工价格并没有出现, 随时间推移而降低, 相反还出现了一定的上涨。 而这主要是由于大流行期间, 晶圆代工产能供不应求, 各类原材料价格上涨, 使得台积电有上调部分制成节点的晶圆代工报价。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年初, 台积电还上调了部分制成节点的晶圆代工报价。 尽管TIN给出的2023年5奈米和7奈米晶圆代工报价, 相比2022年都是同比下滑了5%。 由于台积电每一个的制成工艺节点都会有多个不同的版本, 且不同版本晶圆代工的费用也不尽相同。 并外, 即便是同一版本的制成工艺节点, 对于不同订单量级的客户来说, 也会存在不同的折让。 因此, TIN给出的2023年的数据, 应该是整个全年的平均价格预测数据。 毕竟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全球半导体市场持续下滑, 使得自去年四季度以来, 已经有部分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持续下滑, 不得不开始降价应对。 台积电此前曾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预计上半年以美元寄营收将同比下降约10%, 预计下半年业务将强于上半年。 但是, 对于2023年全年营收, 预计将以中低个为数百分比的幅度下滑。 另外, TIN的数据预计, 自2023年开始至2025年, 台积电各个先进制成节点的晶圆代工报价将会逐年下降。 至于2025年量产的2奈米制成, 预计晶圆代工报价约为24,570美元, 相比届时的3奈米晶圆代工报价18,445美元, 上涨了33.2%。 台积电近日已经启动了2奈米试产的前制作业, 预计导入最先进AI系统来加速试产效率。 相对于3奈米工艺N3E节点制成来说, 台积电2奈米制成将会首次采样全新环绕炸级GAA电晶体架构, 虽然电晶体密度仅提升了10%, 但在相同功耗下, 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效能将提升10%至15%。 而在相同效能下, 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功耗将降低23%至30%。 根据台积电的计划, 其首款2奈米制成N2节点将于2025年量产, 并且会在2026年推出N2P和N2X。 海外媒体Tatly Apple在6月下旬报道,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最近已经开始准备为苹果公司 及徽达市产2奈米的晶片。 报道指出, 三星电子于2022年6月率先宣布, 其基于GAA技术3奈米制成正式量产, 成为全球首家量产3奈米制成技术的企业。 台积电虽然相比三星晚了6个月, 在2022年底才正式量产3奈米制成, 但是台积电的3奈米已经率先获得了大客户的采用, 并且为了拉大与三星的差距。 另外近期台积电通过启动了2奈米市产的前制作业, 开始准备为苹果和徽达市产2奈米产品。 据悉,台积电将派遣约1000名研发人员 前往位于竹科正在建设中的Fib20晶圆厂工作。 目标是在2024年风险市产与2025年量产2奈米。 值得注意的是, 三星DS部门总裁Kyong Khatian于5月初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三星计划超越台积电, 目标就是从比台积电更早地量产基于GAA技术的2奈米制成。 事实上,台积电除了先进制成之外, 也通过先进封装技术来维持技术的领先。 不久前,台积电就宣布先进封测6厂正式启用, 成为台积电首家达成前后端制成3D Fabric, 整合一体化自动化先进封测厂和测试服务工厂。 同时,也为SOIC系统整合晶片制成技术的量产做准备。 先进封测6厂的启用, 将使台积电对SOIC、INFO、COOS先进测试等各项3D Fabric先进封装与细堆叠技术, 拥有更完整及灵活的产能规划之外, 也带来更高的生产良率与效能协同效应。 除了台积电和三星之外, 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计划在2024年量产2奈米, 重新引领半导体制成技术。 在在6月的线上活动中, 英特尔还公布了其晶片背面电源解决方案 Tower VI的技术发展,测试数据和路线图, 开始扩大其在晶圆代工产业的影响力。 相比之下, 虽然目前台积电也在开发背面供电的技术, 但要到2026年才会使用该技术。 此外, 英特尔计划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 自认为更为先进的等效业界1.8奈米制成的Intel 18i米。 今年3月, 英特尔还制定了一项计划, 就是借助与ARM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加速Intel 18i米制成技术的量产。 不过, 市场人士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看法, 认为即使英特尔按照路线图取得成功, 但最终要达到收支平衡, 对该公司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